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泉路上——吴老少 儿子死后,吕后又立了个小皇帝 大权都落在了吕后手里 此时,吕后跟女皇帝没啥区别 女主!威武! 别看吕后是女流之辈 但治国才能却是刚刚的 一点都不输很多男皇帝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女子能顶半边天 吕后都干了哪些让人点赞的事呢? 比如,废除酷刑 免除填租 提倡节约等等 在吕后的治理下 国内遍地都是良民 监狱里几乎没啥犯人 老百姓的小日子 过得是相当滋润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还记得刘邦曾经跟大臣们 立过一个盟约吗? 不是刘家的人不能称王 吕后可不管这些 把娘家的男人 一个个都封了王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然而,吕后一死 大臣们不但把吕后的娘家人 全杀了 还把吕后立的小皇帝给废了 小朋友 你可以下课了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 由谁来当这个皇帝呢? 这时 有个人走了狗屎运 他就是汉文帝 哎呀妈呀 天上掉馅饼了 汉文帝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他跟他妈都不受宠 所以大家伙起初 都拿他们当空气 要是哥以前呢 放在人堆里 都不会有人多看你们一眼 大臣们为啥偏偏选择 让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的汉文帝 继承皇位呢? 其实大臣们看中的 正是汉文帝他妈 娘家人没啥事理 不会像吕后的娘家人 那样猖狂 汉文帝 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儿子 就是汉景帝 虎父无权子 汉文帝与汉景帝父子 都是黄老之学的铁杆粉丝 也都提倡 无为而至 啥是黄老之学呢? 其实啊 就是皇帝学派 和老子学派的合称 啥又是 无为而至呢? 可不是 啥都不做 吃饱等饿 而是国家不瞎指挥 放手让老百姓 去生产 创业 撸起袖子 加油干 在汉文帝和汉景帝 父子俩的带领下 全国人民 很快脱贫致富 过上小康生活 这一时期呢 也因此被称为 文景之志 改革春风吹满地 大汉人民真争气 齐心合力搞经济 家家户户都副业 不过汉景帝时期 出了个小插曲 由于汉景帝 急着削帆 也就是收回 纷纷给诸侯王的封地 结果 惹恼了七个诸侯王 引发了七国之乱 咋的呀 你这是要急起七龙珠 对付你这只神龙啊 尽管汉景帝 用了三个月 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却没能摆平 这帮诸侯王 就在这时 实力派男神出场了 他就是文治武功 都十分了得的汉武帝 专制各种不服 汉武帝有差绝招 能摆平他爹 都没能摆平的 那帮诸侯王呢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吕后在中国历史上 拿到三个第一 她是史书上记载的 第一个皇后 也是第一个皇太后 同时还是秦始皇 统一中国后 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尽管吕后 因为残杀七夫人母子 没少被人吐槽 但在她掌权期间 能使国家安定 让老百姓吃香喝辣 并且还为文景之志 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是值得称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